美國總統川普日前發表的 注射消毒劑和體內紫外線照射法 來消滅新型冠狀病毒的言論 引起了全球的側目 但這種荒誕不驚的話 現實社會真的有人聽得進去 紐約市和喬士亞州都出現了 不當使用消毒水的案例 而馬里蘭州政府更是接獲了數百通 相關的詢問電話 目前醫界還沒有新冠病毒的特效藥 亂用偏方的謬示就層出不窮 中東地區疫情最慘重的國家 伊朗 二到四月 這段期間就有七百二十八人 他們誤以為假醇 也就是工業用的酒精 可以殺死病毒 因此就葬送了寶貴的生命 伊朗今年的建軍節和往年一樣 擺出壯盛的軍融進行大閱兵 但仔細看 軍車上展示的不是飛彈大炮 而是種種防疫裝備 伊朗是中東地區 新冠病毒肆虐最慘的國家 確診病例接近十萬 重症死亡近六千人 多年的經濟制裁 使得這個國家醫療物資缺乏 老百姓文藝色變 伊朗衛生部四月底公布的消息指 二到四月這段期間 營用甲醇 也就是工業用酒精 中毒送醫的人數有五千零一十一人 並有七百二十八人送命 原因是他們誤以為酒精可以殺死病毒 一毒公毒這種荒誕不驚的事也在美國白宮的防疫記者會上發生 好萊塢民心布萊德比特當周在政治嘲諷節目 周六夜現場對川普這段發言的反應是呆入牧肌 這種話現實社會真的有人會聽進去 川普這番發言十八個小時後 紐約市衛生局就接獲三十起醫師不當使用消毒水的案例 數量為去年同期的兩倍 喬吉亞州居然有兩名年齡分別為五十三十多歲的男子 真的為了預防染疫而喝下消毒劑 馬里蘭州政府更是接獲數百通相關的詢問電話 防疫無接近抗病毒必須上下啟動員的道理 這位國家領導人始終置之不理 反倒是有什麼苗頭就拿來說嘴 三月中開始川普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記者會上推銷 瘧疾用藥奎妮可以治療新冠肺炎 華盛頓郵報引述退伍軍人事務部的研究人員 以全國368名新冠住用患者所做的統計報告顯示 接受奎妮治療的死亡率為百分之二十七 沒有使用的死亡率為百分之十一點四 紐約大學朗林醫學中心的研究還發現 接受奎妮與抗生素日疏定治療的八十四名患者 百分之三十的人出現心律不整的現象 百分之十一心電圖波段超過五百毫秒 也就是會發生心臟猝死的危險值 防疫專家與醫界人士再申請 警告各界不要貿然單憑一人肌炎濫用藥物 還是阻擋不了美國二十多個州政府 搶購囤積三萬劑的奎妮 有消息指同樣的搶購槽也出現在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 像是臺灣 使得許多真的需要用到這個藥的慢性病患者 像是紅斑性狼瘡出現藥物短缺的難題 記者王惠文子女報導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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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